今天想要來開箱的很妙的東西 是小橘蛋 是愛馬車的東西 然後呢 這個東西其實我本來不太知道是什麼東西 然後是因為有朋友叫我幫他誤開看一下有沒有得買 所以呢我就剛好去逛了 去商場的時候就進去再問一下 而且我剛開始進去的時候他們都說 我不確定是不是我形容的東西他們不知道 還是就是想要敷衍我就跟我說沒有 然後後來呢我就在裡面隨便亂逛看一下 因為我那一天去的那一家商場剛好是我從來都沒有去過的愛馬斯 所以呢我就順便逛一下看看了解一下就是 探路的那種感覺 然後去看一下說那一家電影的愛馬斯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東西這樣子 逛著逛著呢就剛好有一個人在看 然後呢其實我完全對這個東西是沒有概念的 所以呢我就問那個self說 請問一下我想要看的就是那個客人在看的這樣子 然後呢他就好像臉上有點尷尬 然後他就是後來就跟我說喔那個是客人預留的阿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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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後呢剛好是因為我另外一個朋友他說 他想要看身色的四斤斷架 所以呢我就也順便在那邊看那個四斤斷架 那我不曉得是他看我的臉就覺得喔我是可能會跟他買還是怎麼樣 我不曉得後來他就改口說那不然他幫我擦一下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擦完之後他就說有多一個 有多一個然後問我要不要我就說要不要看看 因為他跟我說是什麼顏色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喔好阿 然後同時間我也在看身經常短頰的就是內裡 因為我朋友跟我說他想要外面是黑就深色 但是裡面想要亮色系但是又不要吃那種白色很容易這樣子 對所以呢我就幫他去看了 然後呢就這樣子然後所以就買了兩個東西了 OK那我們就先來開箱一下 這個包包呢他是屬於布包來的就是比較低價位的 所以他並沒有聚合對 所以然後呢這個就有小徐盒啦 所以呢所以這個就是屍莖短頰 然後我先開這個來看看吧 欸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啊我那天我在店裡面看的時候我以為他是黑色 後來呢他又從裡面就拿了兩三個因為我要挑內裡嘛 他就拿了兩三個黑色的出來 結果一筆實際上才發現 欸這個本來放在架子上的是深藍色有沒有 這樣有光線就會有很明顯的 然後欸其實我的衣服是很深的藍色 都會有一點點就是不一樣的藍色對嗎 OK然後他就是旁邊這個皮質 然後打開之後是這個亮色系 我覺得就是淺色的怕髒亮色的又怕膩或者是 像粉色我是很喜歡 可是真的他髒了我可能就會不愛他 那像我自己是用駝色的對 然後是用駝色的皮夾對 然後剛好我朋友就是說他很想要這個實際藏家 但是台灣就一直沒有挑到好看的顏色吧 對所以我就剛好幫他去看看這樣子 然後呢剛好這個包包的顏色 剛好這個皮夾的顏色跟他的包包是一樣的 所以他剛好可以配成對 所以我想說他乾脆也去買一個這個濕巾來綁好了 對好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他其實濕巾的話 其實我其實有一點擔心說會不會容易 放零錢之後就很容易髒 但是因為其實我在 就我目前的生活習慣來說 其實我很少有現金零錢之類的 然後我看網友有分享說就是可能把他 是衛生紙嗎還是是一個 有一些刷卡單是不是比較寬的那一種 然後你就可以把他當成就是 就是把錢放在 就單子對著然後把錢放在那邊 中間就不會隔到這個實際了 對啊但是其實對這顏色真的很漂亮耶 然後他裡面是黃色的 這個結果我搞的我覺得越看越喜歡 至於感覺自己也想要來一個 對好這個皮夾 我順便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在網上就是Facebook的社群裡面 列到的一個東西 就是專櫃沒看過 我問過也都說沒有 但是就剛好在網上呢 就是人家二手拍 但是他是全新品 然後我就被我買到的一個東西 也是他們的但是 他算是有點像收藏品了吧我覺得 就很少見 但是是一個很廢的東西嗎 這個 是這個 是這個 蘋果的零錢包 他還有草莓跟橘子 而且橘子的皮是 好像是羊皮就是看起來會皺皺的 然後草莓是鴕鳥皮 所以剛剛有一粒一粒的 我真的覺得他們超有創意的耶 對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個可以拿來掛在包包上面 或者是 不知道耶 表現也不能幹嘛 就是很肥 但是就是超級可愛 喜歡愛馬遜的人 應該都跟我有一樣的 症狀 就喜歡收集這種小食品 沒有包沒關係 但是就喜歡收集這種小食品 好 再來呢 就是要 開箱 愛馬遜的一個 包包 應該是說他CP值還蠻高的 我覺得 而且他其實蠻大的 是不是便當袋 把它放到旁邊去好了 這個便當袋有沒有超可愛 其實我拿好像還蠻大的 我到女師後面 這樣子 但 他其實是那種旅行的盥洗袋 所以呢 你可以打開之後呢 就是放光包吧 而且他裡面啊 超大的 他裡面就是有夾層 所以我覺得就是超方便的 有三個 一大兩小的夾層 對 然後很多人就是直接把它當成手 然後包 然後可以放超多東西的 但是我個人是 不會當手拿包吧 因為如果我裝 那裝很多東西可能會也蠻重的 或者 然後呢如果說 欸 他這邊也有一個釦子耶 幹嘛用的來幹嘛 嗯 我不懂這個釦子在幹嘛 把它送的不要理他 然後他是帆布的 比較厚實 那其實這個也可以拿來當包包的那一袋 不過這一個是大Size 可能 除非你的包包很大 不然的話 好像小Size 我在網上看到人家分享 是說小Size的這個 洗漱袋 是可以 放在Birkin 30裡面的 對 那這一個是大Size的 所以我想 應該只能放在洗底箱吧 欸 這個真的我不知道在幹嘛的耶 欸 還是是這樣 喔 可以這樣子收起來 然後就可以 這樣子 灌洗了 喔 原來是這樣 對啊 這個就是一個 大包來的 然後 往上就很 最近好像蠻紅的 就是 大家會把它拿來當 就是一個手拿包 就這樣子拿著 對 如果是你會喜歡嗎 這一個的話 單價是 4500的卡幣 大Size的 是4500的卡幣 大概補 18,000吧 18,000 如果買一個 可能會覺得它CP值很高 就是因為18,000就有一個按摩式的包包 然後又可以提出去 但真的好像便當袋 對 但旅行的時候 又真的會很方便耶 而且容量真的蠻大的 突然 幫朋友買一買 就是其實我平常比較少 涉獵這些東西 然後 都是朋友可能會去光一些 社群或者是小朋友書 然後就會有人分享 然後就會開始造成 轟動 或者是大缺火之類的 對 不過這個 紅色喔 我還沒有拿過紅色的包包耶 你們覺得 這樣提著小紅包 OK嗎 其實它如果沒有放東西 它就本來就是這樣 烘烘的了 對 那如果你放了東西 也不會覺得它變大還是怎麼樣 而且它的帆布是蠻厚實 不過其實我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 就買過帆布的 就是Hermes的帆布包包 但是其實用久了 是會褪色的 我個人認為 因為我那時候都是買深藍色 那 用久了一定會髒 髒了你就會想洗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好像 送洗沒有那麼的 我是送洗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 就是洗衣店不夠好 還是怎麼樣 就是送洗回來 就覺得它好像很無吊色 就是 恰恰 我都會莫名其妙想要說台語 就是會沒有那麼美容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這個包包 我覺得如果 對我來說 我覺得如果說 可以放在洗衣箱裡面 或者是包裝包的話 其實是OK的 而且它就是 換包包又很方便 這樣子 對啊 其實還蠻可愛的耶 如果是小的的話 只是它就變成說 你這只能這樣子提著啦 不知道放中的東西 放久了 又不會那個 對啊 我想說如果我看 覺得 覺得太紅了不敢拿 我就可以 接收一下 幫朋友買一買 到最後自己也都喜歡上 好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一支影片